哈罗大家好我是虚语欢迎来到 二勒斯分析局 我人在外面不方便录音 所以请代班录音 今天要来分析的是国际版的990礼包该不该购买 哦对了利木跟长先变常驻角色了哦 所以抽这池是有机会歪出来的请各位注意 因为技能组太长我懒得打字了 所以今天就直接上分析的部分了 加塔诺托亚 目前来说他辅助角的地位短时间不会被威胁 同时连锁两种色珠跟两个陷阱珠 还能解伤害 几乎可以说是要玩木属性花式队伍的一些问题 同时也填补了顺最大的问题 无法处理伤害珠 而且同时被动二三在搭配顺的情况下是几乎随时都能触发的 等于队伍多了25%的需却量 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看过那无双的滔物OMG速刷队 标准花式队伍 如果有这种玩花式队需求得人再直接上礼包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的话建议需要深思一下有没有到要他的卡面的程度 总结评价想要速刷桃木的必买 达供主动计跟上一波的圣诞双子相比的情况 算是相形失色 不过相对性而言就是控强度的意思 不过以双子跟财神还没有离开很久时间的情形下 基本上很难会看到他有机会上场 现阶段应该还是以双子跟财神为大宗 虽然有个跟大豆一样的心转C掉落 但是受限在体力限制的情形下 大概也没办法 有大豆那样子的输出伤害 即使每层都有护盾几乎是不会有暴毙的情形 但是也因为没有稳定的诱敌能力 所以也没办法确保说可以稳定的可以坦先制的手段 变得有点不上不下的状态 不过看到那个眼罩了吗 哪天他的邪王针眼露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爆发的时候了 吧 总结评价 暂时不需入手 整体来说这个池子是不太需要抽的 直接用买断制会比较适合 顺便也能存一些石头会是比较实际的方法 我自己个人在猜13分之3左右会出 中华编年史的下篇会建议各位这波以观望为主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分析影片的话就按个订阅按个喜欢 然后帮我分享出去 就这样啰啵啵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